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东西这么好 这么好用 我就想分享了 对吧 就像你自己知道一个东西 很灵很灵的 然后呢 光留着自己用 好像没有发挥出它的价值 没有发挥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所以马上呢 开始有幻想了 然后就觉得 哎呀 也许世界上好多人都应该用这个 是 对不对 那那用这个弹琴 然后那些人可能是本来是这辈子 都没想过可能会弹琴 对 但是他用这个就像我一样 我突然发现 哎呀 我可以一手一手的享受音乐 对啊 而且这个音乐有一个特点 这个弹钢琴有一个特点 越弹越上瘾 是的 是的 那可能孩子家长呢 可能不认同这个 发现小孩没有越弹越上瘾 要弹了好多年以后才 才出现越弹越上瘾的情况 但是大人会 真的会有这样的现象啊 我一弹就开始发现自己 早上不想去上班 所以出门前总是要再晚个十分钟 就走过自己的钢琴 往往是过不去 就非得再坐下来弹一会儿 然后再出门 所以因为这个 因为你越晚出门越堵车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就还经常迟到了啊 所以好了 这是玩笑话 但的确这个弹钢琴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一件事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说 谁在逼着我坚持 或者我在逼着自己 用自律来逼着自己坚持 我就是练会一首曲子 过段时间 我就想再弹一首曲子 我听就会 刚开始可能是 我是从肖邦的夜曲开始的 但是后边我又想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什么样啊 我就又谈谈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对吧 那巴赫有没有什么曲子啊 那我也把巴赫的 reel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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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这不是也练一练嘛 所以就像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那我自己品尝到了这样的乐趣以后我就想 那可能就这个别的人 也能像我这样啊 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或者给自己生活中增添一点这样的色彩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 然后呢 所以我就决定多做 而且当时也是 其实我们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人的想象力很丰富 我想哎呀 我要多做了 也许这个后代 这个是流传 留给后代那的 一代一代人都能享受那个成果 那就是你把一个技术升级了 对吧 改变了 那后代的人就都 都可以这样去享受 所以它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事 所以我就给自己在这个工作业余 又多了一个任务 或者责任了 有一种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感 他就说我要多做一些这样的谱子 让更多的人去看 所以呢我就不停的做 晚上一下班就做 然后呢 除了做这个我自己喜欢弹的 我也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这个大家弹钢琴 到底用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材料去弹 然后我也后来我也了解到 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啊 比如说有这种哈努 哈努 整本的这个哈努 那所以我也在很早的阶段 但是我也不了解哈努是什么 我就只知道这个哈努是很多人用的 都在用 全世界都在用 所以呢 我就心想 既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本书 我一定要把它翻译过来啊 所以呢 我在下了班以后啊 度假中啊什么的 就一直拿着自己的手提电脑 在在做这个工作啊 所以这本书已经翻译过来了 那然后呢 就还有这本 我们 就是 使用音阶与爬音 对 使用钢琴 音阶与爬音 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音皇舞级的 音皇舞级的 二十四个调的音阶和爬音练习 哇 对吧 好厉害 那这个音阶和爬音练习 我当时在香港呢 就结识了一位这个钢琴老师 那Pauline Pauline李慧玲女士 那她呢 是 就是 是刘诗坤在香港的时候 曾经跟刘诗坤学过钢琴 那 完全是偶然机会 我结识了她以后 也跟她说了 我再做这个就好适跑的这件事啊 然后她就很 很感兴趣 支持我 支持 啊 也很赞许 然后我就说 我听说有 这个音皇舞级的 这二十四个调的音阶爬音什么 她说是啊 这些练习 我也是 对这些怎么练这些东西 很有心的体会 我也一直想出一本这方面的书 我说那我们合作一下吧 我说我希望你这个书呢 也有更多的用家和读者 是的 啊 所以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每一条的每一条的音阶 还有下边的这个爬音 哦 程老师很熟悉这个了 是吧 是的 所以我们就把五线谱放好 然后我们下边把一个好诗谱的版本 也放在这儿跟它对照 这是降低 降低 大调 我看啊 降低小调 降低和声小调 和好诗谱 也注意执法 这样一似的 对对对 啊 所以这是那二十四个调都有 哦 对吧 这是C小调 然后因为C大调就这边啊 这边是C大调 C大调 啊 然后翻过来下 C小调 然后G大调 或者是C小调 C小调 哈哈 就是这样 哦 好厉害 好了 那把这个翻译过来以后呢 我们还在这个书的后边 嗯 当时我们有个理念就是 附上了这个十二首 啊 我们看这个目录上这个地方有 我们附了十二首作品 就是一个音阶一组啊 啊 呃 叫做 一对 呵呵呵 一对这个音阶与排音 这个大调和小调的这个 我们就会挑一首内调的作品啊 放在后边 那也是也是 翻译成了 对了 也是好识谱 比如说这儿有这个 Mula Sanada First Movement 啊 贝多芬的 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那第一乐章前边是 原版的五线符 哦 啊 然后后边 就附上了好识符 哦 厉害啊 所以这样就能给用好识符弹钢琴 比如看五线符困难的人 他就又可以练音阶与排音的练习 同时呢 他又能练进了调里边的一首作品 或者说他正在练月光奏鸣曲 他就对月光奏鸣曲感兴趣 那他买了这本书以后 他可以练月光奏鸣曲 但是练月光奏鸣曲的同时 老师或者自己也主动的翻到前面去找到声息小调 找到声息小调的这个音阶和排音练习 所以把这个和作品本身一起练 他体会会更深 练习的效果也会更好 是的 所以当时也就做了这一本 这个也算是打基础的 这样的一本书 所以就这本书也做过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这一套 所以真是花了不少的精力 一二三次册 对 那这一套呢 就是完全就是乐谱的曲集 是吧 就像程老师 你书架上有多少谱子 我书架上有一两百分 是不是 买了好多的这个乐曲 是不是 有的可能还没有计划马上弹 但是你看到好的那个乐谱 你就收集了 对 就做了 就放到书架 对不对 那我也想到 哎呀 未来我的好适谱的用家 他们弹钢琴的时候 他们用好适谱弹了一两首以后 可能他们也会 想在他们的书架上 放好多的这个乐谱集 对不对 那放在那儿 然后哎 正好有个什么契机 他想弹哪一首 他就可以拿出来弹 把它学会 所以我就出版了一个叫 《勤梦成真的》 这个系列 那第一本是用这些曲子 贝多芬的《月光奏名曲》 还有贝多芬的《至爱丽丝》 还有莫扎特的《小步舞曲》 莫扎特的《梦春天》 还有《初尔宁练习曲》 还有巴赫的《德国民歌》 还有一个 这个是郝先生您自己写的 对 哇塞这个好厉害 还有一首好先生 自己创作的作品 C7上的《小极性》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就是我在开始弹钢琴以后呢 因为你弹钢琴 然后你再去学习了解这个乐理 就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吸收 我在弹钢琴之前 我因为瞎咕咚吉他 对不对 我也去看了一些乐理书 可是因为没有实际的操作 那些东西都是纸上弹冰 所以第一很难理解 第二即使你理解了某些部分 然后很快就忘掉了 所以呢我后来因为自己弹钢琴 再拿一些乐理书 再一看 哎好多东西都通了 我现在可以说 我现在天天教学员乐理 可以说我懂好多的乐理 是的 甚至是专家级的 因为乐理就能量的东西 对不对 不是说那个特别特别的 不难的 多的东西 好吧 那由于有了乐理的支持 我就开始做一些作曲 的小实验 所以我就试着做了这首 这个钢琴小品的这个作曲 所以你看 从一个给孩子买电子琴 想让孩子去玩 然后后边 这个蝴蝶效应 很厉害吧 是的 是的 太厉害了 然后我也开始在网上发谱 不是不是在网上 就是说我我我喜欢的那些作品 流行歌曲 有些学员啊 朋友们啊 喜欢要想弹的东西 啊 我发现因为我弹钢琴 我的耳朵的听力也越来越好 所以我可以听一个原版的作品 然后再加上我的乐理的这个支持 我就能把那个乐谱很完美的巴下 哇太厉害了 啊 然后我还能给他编成一个很好的 就是按照我朋友需要的这个谈的难度 我能给他编的非常好 哇 啊 所以我又成了一个可以编曲 可以作曲 然后可以制补 然后是的 还有后话呢 现在又可以教学 哇 那是后话了啊 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这从零 我想想零六年刚开始有好师傅的萌芽 然后呃 零八年我开始就是放到网上去推广 呃 到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吧 那我就出版了这么多的作品 然后好师傅本身做出来的 呃 已经已经几百首了 可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想学钢琴的话 用好师傅来弹琴 完全不会限制你弹奏的内容 呃 如果我做了一个 这个发明了个乐谱 但是这个乐谱上只有三首歌 十首歌 那这个乐谱的价值很 是 很有限 很有限 太有限了 啊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我一定要 我现在的志向就是 把世界上所有有人想弹的好听的音乐 对不对 对 你只要找到我 我就要把它做成好师傅 就是说世界上的音乐它可以 它 它必须以呃就是说 它可以以五线谱的形式存在 没错 那也同时要以好师傅的形式存在 是的 啊 所以我现在的工程比较大 不冲突的 啊 对 就是就是这样 我们就出版了这些书啊 太棒了这些书 我看着我每一本都想要 我看着我